大家 想看朱主席婆婆妈妈叠成一团 朱立伦一脸尴尬 但更让她头疼的 绝对是立法院长王金平 连两天临时取消行程 朱立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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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院高层都来了 立院子弟病却等不到老大哥 想看朱王合体恐怕得再等等 传出由于国民党中央 持位表态是否让王金平 名列首席不分区 让王金平大叹没名分 10月28号缺席杨琼英 后礼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10月31号和11月1号的 辅选行程也临时没到 算一算王金平至少取消 三个辅选行程 那既然有这个心意 不妨会要插就插进行 早一点表态 王院长是我们现在的 国会的龙头 也是未来我们国民党 推出的国会的龙头 我想他一定最关心 我们的立法委员 您放心王院长一定会有 他浮潜的步调跟方式 暗示很清楚 但就不明说 朱立伦独角戏只能继续唱 选战进入白热化 苗栗以北关键选区 英文两人前脚走 后脚来 传出朱立伦回防奏效 原本民进党估计 桃园市坐三望四 但目前下修道坐二望三 老县长回防效应发酵 没有一个地方是属于哪个政党专属的 我们现在每一个立委都非常努力 士气高昂 大家都全力以赴 是不正确的消息 我们整体的选情都稳定 觉得我们的对手 老是在替我们制造故事 来炒作自己的行情 朱立伦强势回归 小鹰最后一里路步步为营 这里关键参议方 SN小组台北报导